台中市一輛市區公車 突然竄出濃煙大火 洽駛在第一時間 疏散車上5名乘客 並拿滅火器嘗試滅火 但火勢越燒越大 消防人到場迅速將火勢撲滅 但整台車已經燒到直勝骨架 市區公車行駛到一半 突然燒了起來 駕駛趕緊拿滅火器 要將火勢撲滅 萬萬沒想到 烈焰迅速蔓延 整台公車陷入火海 看得很大 站過來看看 遠遠就看到濃煙 整台公車燒成一團火球 疫警趕到現場協助指揮交通 避免其他車輛經過 再延伸事故 乘客下掉了 應該要夠轉 30號下午3點多 台中客運這輛公車 就在終點站前 變成了火燒車 意外來得好突然 車上5名乘客 即時疏散 驚險萬分 聞到味道之後 他就趕快停車 疏散乘客 對 算乘客之後他用滅火器 然後後來就燒起來這樣 清查這輛公車車齡大約11年 平時也都有定期保養 業者也想不透 怎麼會開到燒起來 看到火焰都是從後側引起的 可能是引擎的問題 由於火勢太大 消防分隊一度加派人力 半小時內將大火撲滅 整台車燒到只剩下車架 所幸沒有人員受傷 而馬路驚險也發生在 青城台北市中正橋頭 一輛行駛的公車突然竄出濃煙 當時剛好是上班尖峰時段 滿車乘客和一旁機車騎士全都嚇壞 手信駕駛緊急臨停路邊 疏散乘客有驚無限 記者綜合報導 傳統ull clams 消防 消防 消防